据说在全球的行政豪华车这个细分市场 每三台就有一台是保时捷的Panamera 那全新第三代的Panamera到底有多牛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大家共这样看 这台全新第三代的Panamera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意图 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这台车它最大的亮点和最牛的 其实是它的技术 它的发动机 变速箱和它的底盘部分 现在这台Panamera配备了一个叫Pulsure Active Ride的 自适应空气悬架系统 那过去Panamera它是一个三枪式的空旋 但现在这台Panamera它最高级的悬架系统 其实是单枪式的空旋和双发门的简直 我前面大概了解了一下 这套悬架的工作逻辑非常之复杂 所以我不会展开太多 我就用这个手机给大家来举例子 前面我看了一段视频 Panamera在莱比锡工厂前 它现在可以做到车身静止的时候 然后整个底盘它自己控制 就可以四个车轮这样上下浮动的起伏 就非常之扭 每个车轮都可以单独去控制它的高度 和它此时底盘悬架的硬度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手机此时是Panamera 它静止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这样动了 那它开起来的时候 咱们在加速和过弯的时候 起步肯定是会昂头的 刹车肯定是会点头的 那如果有了这套保时捷的主动底盘控制系统了之后 它起步就可以抑制车头的上扬 就等于完全是可以水平的控制 包括在转弯的时候 咱们正常拐右弯肯定是车身这样侧情 但现在它可以主动把车身给拉平 也就是说这台Panamera它现在自带了五轴防抖的功能 这停场局就非常的魔幻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三代的全新的Panamera 它把可能其他品牌 现在还仅存在于PPT上面的技术和概念 直接放在量产车上面 就直接给你量产 牛不牛 兄弟们咱们把遥遥领钱打在公屏上 那第二点 这台第三代的Panamera技术方面的升级 就是它的PTK变速箱了 现在在PTK变速箱的箱体内 是集成了一个电机的 它的最大功率是能达到140千瓦 扭矩可以达到450牛米 现在咱们旁边的是普通版的exclusive加长版 而那边的是turbo e-hybrid 所以那台车搭配它V8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是能达到680马力 扭矩950牛 百公里加速3秒2 急速315公里 而且它的纯电续航是有大幅度提升的 从原来的53公里上涨到现在的93公里 也就是说能符合咱们现在消费者 对于纯电行驶的更高幅度的需求 来咱们细细品鉴一下 这台全新的Panamera Turbo e-hybrid 有没有感觉这台车 远远的看上去整个气势 就比那台长轴要强上不少 那是肯定的嘛 没有花钱的不是 来告诉你主要的区别在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在整个前进气格栅 它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部分会和车身采用相同的颜色 而在普通的版本上 这里就是一个塑料件 而且它整个进气格栅的开口和尺寸 我都是觉得会更加大的 那第三台车型还有一个小的变化 就是在牌照框上方的这个区域 你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进气口的入口 所以能确保它更大的进气量 也就是说它是更运动 更性能取向的一目了然 Turbo车型另一个尊贵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车标和车身一些细节装饰件的颜色了 它叫做Turbo Knight的专属色 这也是Turbo车型 它的专属 你看在侧面这里 包括整个侧面的车窗试条 都是采用到了Turbo Knight的颜色 所以Turbo E-Hybrid车型 它那种西装暴徒的感觉和性能的氛围 会给你拉得更加高 讲真我还是更喜欢标轴它的车身比例 现在Turbo车型 它轮骨盖上面的保时捷顿标 也是前面提到的Turbo Knight的颜色 然后在C柱的这个区域 它侧窗这边会多一个小小的弧度 原来第二代的帕美 这边就是一个弧形 但现在会多了一些不规则的形状 如果在上面加个屁会是怎么样 整个车尾非常熟悉的贯穿式尾灯 和Turbo专属的双片式开启的尾翼 那下面 现在Turbo车型的中国市场 它是标配了运动白气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你从尾部看 和新的凯燕 和TK相比之下会更有那种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这台Turbo上面现在配备的应该是探陶的制动盘 石火赛的卡前 我觉得必须也得是这种配置 才能hold得住Turbo车型的身份 我右手边的蓝色是长轴夸 我左手边的黄色是Turbo的标准版 大家觉得这个侧面比例哪台看上去更协调呢 欢迎在单步上面告诉我 毕竟是台四桌的保时捷 它要能带四个人一几块 所以咱们先从后排的位置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前面坐在里面五分钟 好好的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这台车它现在的豪华感是够的 虽然不像S级或者7系这种传统的行政轿车这么豪华 但也确实非常豪华了 就说两个点 首先你能在这一代的帕美上面看到有后排化妆镜 还有它后排的小头枕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挺难得的 然后座椅的靠背角度可以电动去调整 包括腿托也能单独伸出来 一旦可以供你在长途行驶的过程中 在腿部能有一个更好的支撑性 然后屏幕这边像空调 浇洋帘还有一些娱乐系统等等 包括座椅按摩 座椅加热通风等等 只要你花钱选了肯定都有 对吧 所以在这块屏幕里面都是可以去供你调整的 另外我想谈的就是这台车 你坐在里面这种通透感和开扬感 因为全景天窗它的尺寸 你可以看到后排全景天窗尺寸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坐在后排这个感觉其实一点都不压抑 座椅的柔软度讲真还是偏硬的 毕竟保时捷在排的面诞生之初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四座911 对吧 但我觉得从人体工程学 从支撑性来说 这张座椅我哪怕坐得久一点也不会太累 现在坐的这台是长轴版 一会上Turbo再给大家看看标轴大概是一个什么空间水平 前排的部分其实整体内饰设计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新意了 因为毕竟在之前全新的卡验和TK上面都能见到现在保时捷这套内饰设计的元素 比如说它现在换挡杆变成在这一个部分小小的拨杆了 然后它现在的启动键也变成一键启动了 而不是旋转拧钥匙了 中控的部分原来保时捷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很难找到放手机的地方 但现在你看这个盖板一打开里面竟然还有无线充电的区域 哇终于在保时捷上面能找到放手机的地方了 我好感动真的 副驾和卡验同样的都可以选择一个娱乐屏 但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我是不会选择这块屏幕的 因为真的没太大卵用 但是这块屏幕它的防窥性做得非常不错 我从主驾的这个角度看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全新的Padmira 它的空调出风口也做了隐藏式的设计 而且它也没有叶片之类的东西 你完全是得在屏幕里面去调整它空调出风口的位置了 整体的做工用料很保时捷 因为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你能摸到的这种材质质感都是相对来说高级的 但也确实没什么新意 关于驾驶坐姿的部分也非常保时捷 因为这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答案 整体的坐姿方向盘的握感 你的视野视线都非常的棒 你正是前方这块曲面的液晶屏 也和卡验上的如出一轴 你看这台turbo版它是标准的 这个空间就明显不如长周来着扩绰 自在里面那种开阳感也没有长周来着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这台Padmira买来有一些这种商务接待 或者家用的用途 肯定长周更合适 但如果你就想一个人开着爽 家用不是你的业力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台turbo或者标准版会更加适合 但比较有意思是这边有一个叫Copit 我可以看到这台车现在它的计值 也就是说如果这台车现在在跑赛道了 我后排乘客也能看到自己坐在里面计值的这个状态 但讲真的turbo就是turbo 整体内饰的氛围和性能的战斗感都要来着更强 你看方向盘这里中方向盘这里 它就直接是标配碳纤维的 然后五福式的仪表盘 你在最当中这里能看到它现在纯电的续航里程 感觉我就是为turbo而生的 好了车也看完了 这台第三代的Padmira 我觉得它最大提升还是在于机械素质方面 它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 如果你不把它开起来 可能很难感受到它的牛逼之处 那这台车也会在明园四月份北京车展的时候 正式上市 先会有三款车型 也就是普通的Padmira Padmira四驱和Padmira的长洲巨版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又是做白日梦的一天 真的很想变成Padmira的车主 有没有 我是GTBIK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就欢迎点赞 一键三连 懂自然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